一桌交流 交流 為什麼 就是每個人的資源都不太一樣 一個人的力量非常小 但是呢 環境的力量都非常大 這是非常的很重要的 我博士班的教授說 欸 各位認識嗎 各位叫做什麼 他說你不是沒有機會 是你沒有看到機會的眼睛 意思就是說 你根本就看不到 因為格局定不準 不準定接群 格局不到 那你就看不到 雖然那是機會 但你會把它當困難 所以這兩天 這一個禮拜 有兩個很重要的新的談戶 第一個是我那個營銷老師 在微信上面開會 微信一個群給幾個人 500 LINE是200 我不曉得他們500 200是怎麼定出來的 但是微信是500 那再加上微信有很好的那個付款的機制 包包啦 支付啦 都是附線非常方便的工具 我的營銷老師呢 花了三天 把一個500人的群 因為台幣只是有劃專者 但不同的給別人推介 但是後面有人要進去 是要付錢的 每一個人進去要付1000塊的付息 台幣都會付幾 thicken 乘以古板 請問他那個群三天 收到多少 限績 數學好不好 幾百萬台幣的限績 三天 three days 你怎麼會想到有人可以用一個微信群 三天跟幾百萬 你一定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我們是看到了可以想說怎麼辦得到 我是看到了 原來真的有這樣做 更厲害的是 經過了幾天 三天內慣報 結果就上課 在微信群裡面上課 像我現在微信群 人家進來就要付多少錢 付一塊 就讓他進來 所以我的老師是付一千塊才可以進去 我們在練習 每天分享 每天分享 結果我老師上課上完兩天之後 又公佈另外 前天晚上 前天晚上又公佈另外一個方案 這個方案限量五十米 成為他某一個項目的合夥人 費用是一萬塊人民幣 限量五十米 然後請問這樣又多少錢 250萬 所以他這個微信群上一個禮拜 幫他創造了五百萬的現金收入 我剛剛下課的時候看到的訊息 所以你真的沒看到你 你真的不相信有這種事 但是你看到你就會發現 哇靠 這是有這種事 這是老師寫的 他說 感謝大家支持合夥人申請異常火爆 宣佈當晚九十三個人繳納贊位費 他不是這樣一次腳怪 因為這樣人性會懷疑一次腳怪會被騙 他是先付一千塊定位金 然後三天內要繳起九千塊 當然後面他講了很多 他可以幫你做的事 幫你賺錢等等 九十三位占腳難而付占位費一千塊 隔天早上七點一百零七位付占位費 在我的勸說下有八位已經退出 剩九十九位申請人 目前已經完款 就是繳完一萬塊的人三十四個人 十七號以後 新開合夥人群組具體指導布局跟策略 就是他講得很清楚 宣佈那天幾個人繳占位金 隔天一百零幾個人 經過我的勸說 他的勸說不是叫你趕快來 他的勸說是你不要來 他說你現在這個資源條件各方面不適合 當我的合夥人 所以你不要來 勸退的方式 還有九十九的 他的名額是五十米 所以還要再勸退幾名 四十九 回國 聽到目前危機有什麼感覺 再來再來 台灣人吸金 但我跟你講 以大陸這樣的人口數 他吸金不會吸五百萬 他要吸二十五百億 所以五百萬就覺得是吸金 台灣人不會覺得是吸金 但是回頭一想 台灣人的思維 五百萬才是吸金 五百億才叫吸金 所以大陸這一塊是模糊地帶 這一塊是模糊地帶 其實台灣現在也還在模糊地帶 但大陸因為他們現在在喊一個口號叫萬眾 萬眾創新全民創業 因為怕比如說差距太大 所以會有動亂 所以現在他們想要平衡 所以叫萬眾創新全民創業 希望大家都來學賺錢 那這樣就比較不會有這種政治動漫多 就是他們現在的一個集合的方向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就比較不會去管這一塊 聽說那個跨年除夕業爆紅包 微信爆紅包 它的四百多億人民幣 不是台幣 是人民幣 四百多億人民幣 跨年除夕業的紅包 很恐怖的你知道嗎 很恐怖 再來一次 App的網 我現在在等 等什麼 等上次有講 微信跟台灣的銀行可以防卡的時候 就通了嘛 就通了嘛 你要過去跟他過來都很方便 那現在就卡在海卡在那裡 現在都要經過第三方的地方 有這個檯面上的 也有檯面下的都有 聽說很誇張的 在NED 某一些這個一級城市或二級城市 有專門跟你換錢的 專門跟你換錢 就是他拿的現金率 你人去 你有一筆錢在 有100萬人民幣在銀行裡面出過來 對不對 轉過來怎麼辦 他直接拿95萬給你現金 然後你就用貸的 分批貸回來 但是他手續費5萬了 你叫做手續費 對不對 就是這樣 直接換錢 這也是一種方式 有人在做的 好 拜拜 請看我們來一支一 來支援一下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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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第一個是那個微信群 那個傻眼 傻眼 怎麼可以這樣就撞到外觀 第二個 昨天 昨天跟一個那個 身價百億台幣的老闆 談顧問案 那果然是身價百億的老闆 因為他談的事情 就不太認真 所以其實人沒有什麼不一樣 他如果走在路上 他就是個阿伯 他也不穿名牌 他穿一件白色透露餐 他身上沒有任何手勢手錶 沒有任何東西 他都戴電子 什麼都沒有 然後個子又嗨嗨的 真的走在路上 就是他這個阿伯 但是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他就是個身價百億的董事長 他講出來的那些思維就是 我怎麼很想到 他想到了 他想到 他講一些國際金融的東西 所以真的是 那一幣說法叫尤比 尤比 好 回來了 所以我講這個 你各位聽的用意是 因為我覺得 我很難得碰到這樣的事情 我希望講這個也都會聽 所以我講這個事實 你需要解鋪證據 我都可以用給你 這個都有 坦白講 你信就信不信就算 我也沒差 可是我希望可能他們 打破一下台灣人的思維 就是不要老是台灣人的思維 這樣你會死很慘 就是 你知道 格局太強 這樣稍微放大一點 不一定要去做什麼事 你的思維至少要放大 對不對 Brian不是說要去美國嗎 對不對 去美國 你的格局就會慢慢打開了 你的視野會慢慢比較寬廣 哎呦 原來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問題 原來世界上還有這種事情 剛才講的 我很幸運 很早在大學的時候去法國 華裏住了兩個月 然後又去英國念書 接觸到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要旅遊十幾個地方的國家 所以看過一些東西 他們有這回事 每天都有去思考 難道這樣不行嗎 難道這樣可以嗎 難道這樣不行嗎 難道這樣可以嗎 那你每天都這樣思考的時候 我就覺得每天都很有趣 因為每天都有不同的新興趣 上班 下班 上學 下課 上班 下班 上學 下課 上班 下班 上學 下課 其實現代人很幸福啊 為什麼 因為雖然你是上班 下班 上學 下課 但是你只要有一台電腦 你只要有一台手機 只要你的頻道開對了 像上次我們講那個得道 你知道嗎 這就是一扇窗 那扇窗就可以告訴你 好多你不知道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個 雖然你覺得說 生活有很多的樂趣 蠻蠻的樂趣 好 回來 這個群組我們來看一下 可以進行一下 Burnus Benefit Interest Buffet Waffer Waffer 現在下課跟 Ginny聊一聊 為什麼我喜歡跟人家聊天 為什麼喜歡問人家問題 那就是腦力激大 下課的時候跟 Ginny稍微聊一下 他們公司的策略開始有一些調整 為什麼 然後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一直在變 之前他們公司有某些堅持 後來發現不行 市場的反應就是這樣 所以趕快做一下調整 包含那個頁面的調整 包含策略的調整 包含什麼調整 所以他說今年初就已經賺錢了 我們現在比較賺錢 沒有在看 他是很認真在工作的 因為他是資深員工 幾年前你跟我說七八年 現在應該更久了 現在十二三年了你看 他是很早期的員工 然後你看 從他們還沒上市 他就已經有不錯的Bonus 然後現在上市之後 他都沒在看底下 就是反正繼續努力工作對不對 非常好 我要講的就是 你看他們的策略改變 為什麼改變很簡單 這就是第四個 來請一下profit 因為上市公司之後 你就要對股東負責 對股東負責 公司唯一的目的 現在你就要做什麼 白話就賺錢了 他包裝得比較好 應該叫創造更大利潤 因為你要對股東負責 那為了要創造更大的利潤 PRO往那邊前面 FIT怎麼樣 做 所以你只得不停的往前做 所以為什麼叫萬眾創新 因為你一定要創新 一定要變新的 可是有一台機器人叫Pepper 白色那一台 那一台會多少 很多七八萬 你知道嗎 手披三千台 然後網路秒殺 可以買光 三千台 一台七八萬還是七萬塊 我在等那個台灣的山寨版 對不對 叫Puppy 還是叫保護 山寨版 對 因為你可以輸入很多東西 到他那個記憶裡面 然後他會跟你互動 他會跟你講話 對 所以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就是 以後這種課呢 如果是致式的 比如說格林法則請護送 Pepper 這個就是說 格林法則E 格林法則E DES DH CH G 格林法則R L M 格林法則3 UV WN 格林法則4 P M FV 謝謝寶貝 他就回來 就是那些固定的 五大巨型 SV SV S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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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十一動詞五大用 就要唸 我只要給他一個標題 他就把它唸出來 這個標題就唸出來 變成 你看各位 這叫做1加1模式 什麼意思 真人加機器人模式上課 OK OK 如果是這樣 Making 你會不會覺得有一點變化 就不太一樣 那你下課會不會 你下課想跟老師講話 也想跟機器人講話 你看 馬上被機器人吸引 人性喜歡新鮮 最近在研究人性的108個秘密 就是說如果你想透人性這108個秘密 你就無往無地 所以你做很多事情都是 比如說你能夠站在對方的角度 其實那就是人性 那這個人喜歡新鮮 所以我就要拿新鮮的東西來給人看 那人家就會跟你有關聯 好 Gero老師的課會怎麼看 新鮮的東西來給人 就會產生人情 可能有去108個秘密 還有新鮮的同學可以 微信跟我說去 因為那個資料在微信裡面 翻譯在外面 那個很厲害的 非常厲害 好 這一句我們在念一隻 Bonus Benefit Interest Profit Werfail OK 所以回來一句啦 As one grows older As one grows older One's memory declines 如果你要記憶快的話 一定要念出來 下面 Decliner Declining Eclinature 好 各位注意喔 上面是Cline Cline 可是到了第三個就念Cline 為什麼 因為字變長 音變短 字變長 音變短 為什麼字變長 音要變短 比較好唸 如果你還是念長音 Declinature 不好唸 Declinature 好唸 OK 最後 Inclination OK 所以跟爬 爬坡有關 那別人叫你爬 你不爬 就是接受還是拒絕 就是拒絕 C N Decline 看一下 規則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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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你很有錢 我買不下去 我是打算呢 我打算好 台灣的山寨版1萬塊的時候 每個人心中有一把 就是說我覺得台幣大概1萬塊 買一台類似Paper這種東西我就可以接受 之前那個什麼掃地知識人不是5萬8萬嗎 現在3000塊就有 當然品質不一樣 如果貴一點的Panasonic 大頂台1萬 那如果是台灣三代的 大概3000塊就有 一樣會少 如果少的程度不一樣 那可能是什麼呢 它煤電直接就半入煤電 那那種2萬塊的 它煤電會怎樣 會自己回去充電 差別在這 那你自己去評估 這個自己回去充電的功能 值不值多花1萬塊 有人覺得這樣很酷啊 給自己還會充電啊 就是它自己覺得快沒電了 就趕快跑回去 因為它有感應嘛 它就要設計Sensor 然後讓它回去充電 那但是台灣的三代3000塊而已 每天都沒電 如果跑好再辦 你就要救它回去 看它回去 所以這是一個三代的Paper OK 然後再給你一次 decline 那再來就是這個Panasonic 就是這樣 turn down 那還有一個拒絕叫 Reject J-E-C-T 就 build it 然後你 build it to 所以 Refuse Reject Turn down 然後就 decline 就是一個拒絕的拒絕 OK OK 好 回來 1 3 2 一直點一下 Cosmic 然後就分Physics Physics is governed by Cosmic Laws 物理學受宇宙反射的指別 來下面一個叫 Cosmical 再來 Cosmographer 再來 Cosmographic 好 這叫 Cosmological 所以這個 Lungy Lungy 是一門什麼 學問 希臘文字跟 Logo Logo 宇宙法則 我們一般認為宇宙法則是物理學的 對吧 但其實有心理學的法則 也就是人的思維 其實跟這個宇宙都有關係 有一本書叫 秘密 它講的 Law of Attraction 吸引力法則 好 那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熱的 因為今天早上還沒八點 我就起床了 七點多 因為我們叫小兒子 起來喝牛奶 來 這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到我的Facebook 索取 這叫做 行動力小卡 能量磁化行動小卡 微火 這個文案看起來怎麼樣 還蠻不錯的 這些行動可以快速指化你的腦袋 你看喔 他說什麼呢 因為我在教文案 我在教這個 Market 營銷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棒的營銷的Sample 他說 他的文案大概是這樣 就是你看過吸引力法則嗎 很多人看過 都聽過嗎 你心裡就會 大腦就會自動回復 你說 Yes 看過 你希望吸引力法則 在更實際的應用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嗎 大腦自動回復 希望 這是文案非常厲害的 就是寫文案可以寫到別人心裡面 就說希望 是 是 希望 然後就下載 是 然後復承 是 就是他一步一步一來 這超厲害 叫春圓式文案 這很厲害 所以這位老師也是我的好朋友 網路上的好朋友 他用的方式是 他的文案可能就寫得很好 就不用說 他跟他老黃都寫得多慢的心理 那 我覺得更酷的是 你看 人性無法拒絕什麼 免費 免費索取 這是你已經被他激起興趣了 能量 磁化 行動 巧卡 然後呢 免費索取 那這時候免費一定會繼續往下面按 你先讓滑滑 這是手機的節奏 就是繼續往下面滑 好 免費索取 輸入Email 得得得得得得 好 這個人寫過這個書 這個書 這個書 為什麼要寫這個人寫過這個書 這個書 這個書 權威感 這是作者 你看他翻譯這麼多書 寫這麼多書 一定很厲害 不管這不厲害 你的大腦已經相信他很厲害 所以為了證明 我也不差 我已經有帶兩本我寫的書 OK 要送給這個 這個 這是2009年我寫的書 不過很不長進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出新書 所以一直要激勵自己 看你會再出個新書 其實idea有嘛 但是一直沒有實際真的在做出來 所以今天早上看到這個莉莉老師寫的 我覺得真的蠻酷的 然後這個申請 其實說穿了 它就是一個PDF檔案 然後它做了31張小卡片 然後呢 這31張小卡片 我早上起來就在那邊塗這個東西 然後我已經把它的每一張小卡片都結成塗 因為它是PDF 就把它結成塗 我隨便唸幾張就給我聽你 我講這個應該跟剛才那個宇宙有關係 就是物質的宇宙之外 還有一個心靈的宇宙 如果你聽過誰那個 清風啊 每個人心裡面的小宇宙的概念 好吧 要理解 如果你心裡可以去索取 或者讓我索取也可以 那個連結 但是 因為這個是莉莉老師的東西 所以我不能直接給你那個東西 如果你這樣 我把那個索取連結給你 一直跟他索取 因為是人家的東西 要講好 如果我拿來說 我直接送給大家聽就不對了 因為這樣我是捷竊了人家的東西 要講好 所以今天早上我在 其實我剛剛在欄路上我在講課 在微信上面講課 就在分享這個東西 當Sample 好 我這邊唸幾個話 增長法則說 面對逆境時 仍然能夠讚美 那麼逆境就會很快消失 好 來 遇到這種狀況時 別忘記讚美 或覺得神燈精靈 對你視而不見 抽到這張卡片 請在今天之內 對此刻正經歷的逆境發自內心的感情 就是連你碰到不好的事情 都感謝祂 感謝老天爺 如果你是基督徒 感謝主啊 讓我不是老 我是想像的 感謝主啊 讓我有這個機會 鍛鍊自己的心智 不斷的成長 幫助更多人的人 如果你不是 只是說感謝老天爺 讓我可以在能力增長 幫助更多人而賺得過錢 好 補償法則說 眾瓜得瓜 眾鬥得鬥 要判斷自己是否是一個 值得擁有更多錢的人 可以觀察自己的意念 抽到這張卡片的時候 請於今天之內 對接下來要付的帳單 很喜悅的付出去 這我覺得就很酷了吧 因為大部分的人要付帳單 都會覺得怎樣 好 都花錢 那當你在付錢的時候 是負面能量的時候 你跟錢的連結就產生了負面能量 那錢要進來就被擋住了 因為你對錢已經產生了負面能量 那當你要付錢的時候 唉唷 像我要付錢 通常我心裡面是默念什麼 花醉 花醉是什麼意思 開花班 探口大班 開雜班 探一把班 開雜班 探一把班 就例如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花醉 就出去 因為它是循環的 它是循環的 所以這裡講的就跟我講的一模一樣 因為我看過秘密西里法則 還有很多七點的書 就是原理都想同的 很多宗教啊 很多書講的原理都想同的 但是很多人想不同 很多人想不同 所以歡迎各位去看個讚 來搜尋一下 你就會打開你心中的什麼 小宇宙 對對對 好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你不要神奇 但是我是為了幫你更正向的印象 舉個例子 那時候是你先說要去淘擠的 你看都拿去 為什麼 就是它如果從這個心靈宇宙的角度來講 它叫做盛流 盛流 盛流 就我們要思考 就像我跟我朋友去考 導遊一隊執掌 後來我朋友沒考上 我考上了 我是陪考的 我是去陪考的 可是後來我考上了 那我朋友一直罵我 我說你這個很機車欸 為什麼你的陪法你還考上了 我就沒考上 我說這是應該的 為什麼 因為我比你用功 他比我聰明 他比我聰明好多 但沒考上 那我考上 我說我用功啊 我下載了三年考古 你已經有下載了嗎 我沒有 好 我K了一個月 你有嗎 然後沒有 那他很 但他很聰明 考試那天我在考試院 新店那邊 文山區 考試院外面都有一堆補習官 在放這個考古 還有預測的考試 有沒有 他就那天早上看那個 人家就考59.5分 那及格要60分 我60.61分的樣子 但是就因為那麼 1mm的1.05分 1.5分 就是你看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就是那1.5分 因為那1.5分 就是上跟不上的距離 就在65分上跟下的最難度 所以我說我應該要考上 你不應該考上 反正他不夠 努力認真 但是我覺得你也要努力 但是你可能怎麼樣 心理的負面能量阻礙你 就是說你的表象是很容易的 但你的Undertable的 sup-conscious 潛意識 有一些負面的思考或能量 抵消了你的正面的能力 比如說你正面的能力是100% 結果你負面能量是120% 高高 努力的半天是負20% 假設我是隨便舉例的 這個沒有根據的小白的 假設Dona的努力是78% 結果它0負面能量 它最後總結78% 那你努力了120% 結果你的結論是 你努力了100% 結果你的結論是負了18% OK 你不需要這樣聽懂 所以這個要去察覺 明天我要去參加法會 發光了 明天我要去參加法會 另外一位建議 航空公司的那位建議 他邀請我去的 我覺得這個要說什麼 殊勝難得啊 有時候剛才有這個機緣 因為第一你不見得知道 第二你不見得去得到 對 所以剛好機緣到 那個前三天還要止暑 所以禮拜天去 但是前三天要止暑 結果昨天晚上我不曉得破階 為什麼 因為通常我回家 我媽都會留雞湯給我喝 怕我太累 我老婆也忘了 我媽也忘了 然後我一回家 他們說來來來 剩一碗雞湯喝一喝 很習慣這樣子 那我也很習慣 就好 睡醒一下 都在茶花湯 然後就把雞湯喝點 然後喝完之後 啊 我不是知數嗎 無知者 無罪嘛 所以我不是故意的嘛 其實佛教說日日是好 日年年是好 如果到家的說法 就要看風水 看命理 看面相 看流年 看法子 那佛家的說法叫日日是好日日 年年是好日 所以我昨天特別刷牙 用力了一點 你知道在心理作用嗎 心理作用來講 就覺得我不應該吃的 結果我吃的你知道 結果他就覺得怪怪的 然後特別刷牙用力 刷乾淨一點這樣 不過早餐本來就吃麵花 就沒有吃那個 然後中餐剛好開會 所以吃那個沙拉 然後就晚餐破解 應該說宵夜破解 晚餐我也吃素 我也吃素 我特地點個素飯 我們要回家破解 好 所以回來 這名字是cosmic 所以請各位啟動你心中的什麼 小宇宙 正向的燃料 好 所以第一個 一請點一下cosmical cosmographer cosmographic cosmological OK 好 外在世界跟內在世界 其實都是你自己決定的 不管你要吸引到什麼 來 意思是三 一請點一下cursy 一請點一下democracy 來 第幾個分 a true democracy a true democracy allows free speech 允許言論自由 下面一個democrat democratic democratical democratize 注意中音哦 它的中音跑到哪裡來 M-O-O 它中音在這裡 它這裡是democratize OK 叫做使民主使大眾化 使民主 大眾化 有人可以守住 應該是假的 要說通關密 好 請客官好 來 請客官好 好 所以意思是 來 今天一下 curs 新手 學徒 學徒還有另外一個叫 有學過嗎 apprentice apprentice 來 聽一下 apprentice 那个就是被绑架 apprentice apprentice apprentice在我小时候有一部引起 真人实境引起 是那个唐纳川普 我以为有看过吗 没有啊 这个值得各位看一看 就是美国什么时候选总统 最近吗 张奇悦 这个大家现在很害怕谁选上 川普选上 我觉得选上也不错 各位说不定有另外一番新的气象 大家是怕他乱搞了 他这个人就有点大炮性格 所以当年 有一系列的影集 还在那一支 apprentice 就是这个塔纳川普 因为他是美国房地产大亨 房地产大亨 这就是非常川普的照片 他就是大炮性格 很喜欢在美光灯前面作秀的那种个性 然后当年呢他有一个影集叫apprentice 就是门徒嘛实行生 那因为他企业很大 气氛很大 所以就是拍一个实行节目 然后你通过里面的考验 你就会被我派到某一个集团的公司 当CEO 就直接可以当我的CEO就对了 但是拍了好几季 拍了好几季 那里面很多这种实际的商业的这种竞赛 比如说你们一群人就来分五组分三组 然后训练领导才能 或者你们要帮一个街上的热狗餐车 他现在一个月只能赚五千块美金 你们这礼拜的任务 就是帮他多赚五千块美金 创造五千块美金的营业额 这时候你们team 团队就要施抗 我们怎么样帮这个餐车 创造五千块营业额出来 应该实际点 你就要去做宣传 做海报 做什么股猛 然后直接去卖热狗 路上拉客人 热狗买冲衣 就去设计很多的方案 然后实际把他说出来 他就PK PK输的队长就会被干掉 所以那时候最夯的一句话叫 You are fired You are fired 你被拜掉了 就是老板帮你拜了掉 因为你的队伍输了 队伍输了队伍没事 是领导人要被拜了 这很年轻的 这不是咱们的一句话 好 来一起 作文字幕提供 上面叫做, 可比喉 就是防疫的东西 可比喉 可比喉 大力本公分 所以可比喉 那我剛才講的那個CMD小空間有關 再來第四五一請點一下Cultivate Cultivate 種植栽培 那個CMD我來補充一下 在這兒 我不熟可以拍一下 CV 上面一請點一下Cab 還有更多 我把它拿下去好了 第一個一請點一下Cabinet 第二個小黃Cab 第三小木屋Cabinet 再來三棟Cabinet 所以不管是櫥櫃 小黃 小木屋三棟 都跟一個什麼 小空間有關係 一個小空間 小空間 那為什麼B跟B給換呢 再來 隔音發這第四條 BBMFV Cabinet這樣念會不會比較像這樣 不會 不會 那就算了 BBMFV 其實中文很簡單就是PurpleMufur PurpleMufur就是BBMFV 就這樣 好 三秒鐘開一下 各位簽到了嗎 如果三次沒簽到 我開始要把人踢出群組了 資源要給這個 懂得利用的同學 所以記得一定要簽到 好 OK 再來 小空間 好 那一四五一寫一下Cultivate 耕種栽培 一寫 一寫 she cultivated she cultivated her mind by reading 藉由閱讀修身養性 下面一寫一下Cultivatable AVL1代表可以 再來Cultivated 再來Cultivation 再來Cultivator 再來Cultural 好 剛才同學說那個 欸 結果糟糕 雞湯喝了怎麼辦 我突然想到一個故事 有一個老兒上跟一個小兒上 他們在過河 在河邊有一位女施主 奧密陀佛 出家人不進走 女色啊 但那位女施主看起來 已經等了很久了 她的衣裳啊 不想弄石 只是想渡頭 那個老兒上一到河邊 看到這種狀況 二話不說 把她女施主一抱 就抱過河了 結果那個小兒上就 欸 奧密陀佛 出家人怎樣 不是不進女色嗎 她就一直在想 師父怎麼這樣子呢 師父怎麼進女色呢 師父怎麼到這個女施主過河呢 他們又走了一兩個時辰 古代一時辰就是兩個小時 一兩個時辰就是三四個小時之後 這個小沙門受不了了 就說什麼 師父說 我一個問題要請教師父 師父說 請說 他說 我一直想不通 師父 我們出家人不是不進女色嗎 你怎麼可以在河邊抱那個女施主呢 那時候師父說什麼 還有建議 他說 我在抱那位女施主過的那一刻 就把她放下來了 你過了這麼久 還沒放下 就是 修行不同 感悟不同 慢慢走 小和尚看來是表面 他做人件事 總是違反我們走的嘛 但師父看的 不同層次 等各位慢慢去體悟 都拿 都體悟到什麼 不要當和尚 叫你 不麻煩 一直聽一下 靠地味 各位 當和尚沒有這麼簡白 我大哥 小時候 幾歲就說他要去出家 他真的跟與佛有緣 你知道出家要付人家錢 可是出家你要去學佛的意思嗎 你要付學費的你知道嗎 要付學費的 他有去替肚啊 那個 出家人的衣服要不要錢 那都要錢的 家人要幫你付一筆錢 那都要去學這個東西啊 結果我大哥去了幾個月的時候 跟我台南的阿嬤求救 阿嬤好辛苦啊 四五點要起來灑灑 灑灑完呢要找課 找課完呢要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一天行程 哇很棒啊 你不要以為出家都沒睡覺 那一堆事要做 然後過了幾個月受不了 阿嬤阿嬤來幫我帶回去吧 我不要出家了 抱歉喔 我付了一筆錢進來要出家是不是 你要回去是不是 帶付一筆錢 才能夠退 因為你的東西 你的什麼都要幫你訂好了嗎 工本費 整本費你要負責啊 花了一筆錢再把它輸回來 很有趣 我大哥從小就說要出家 但他可能很厲害就是 他真的與否有緣 他一輩子都吃書 就是說雖然後來沒有當 真的在廟裡面當和尚 但是就是那一輩子都吃書 這個很虔誠的佛教 但是很有趣 這個經歷 來146 146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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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像代家修 代家修 比較像佛家叫居士 那那個 我有基督徒朋友 基督徒朋友 在座沒有基督徒嗎 我沒有問過 沒有嗎 你誰有認識基督徒朋友嗎 你都沒有認識基督徒朋友嗎 基督徒朋友會對你滿熱情的 因為四海姿妹皆兄弟姊妹嘛 然後就會行你去教會 叫什麼 木道 木道者 可是還不是基督徒去聽傳教 叫做木道者 然後有嘛 然後木道有聽佛音嘛 聽完佛音他就會說 小木你要不要怎麼樣 要不要受洗啊 我都半開玩笑就說 不用 我都在家自己洗就可以 好 第一看我會笑 第二看我會笑 第二看我會笑 不想活你 OK 目前是道教徒 連格來講 來請你一下 Bicycle OK 第句 Dick Bicycles Dick Bicycles to school Everyday 這個字非常有趣喔 本來是名詞 但竟然拿來當 動詞 很特殊吧 Bicycles 很特殊 好 下面Bicycler Bicycle chain Bicycle lane Bicycle motocross Motocross OK 所以補充一下 實際的部分 Bicycle Bicycle 好了嗎 為國是什麼叫 睡覺 五年最實在 工程叫什麼 工程 那你跟我認識這個好朋友很像 他在樓上 什麼教授 在上面 以前工業教育系的何教授 他如果十幾年的好朋友 這也是一個分 我覺得各位要找一些 年紀比你大 資歷比你多得了 當朋友 這時候你就會又怎樣 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像我認識他十幾年前 可是不打勿撞 反正我很喜歡研究新東西 他就找到他的東西 我就跟他聊 就一聊他用 原來他是個教授 原來他怎樣 他說背後的故事這樣 他就跟你講 他說 他那個後來之前 之前有那個口腔 他也是完全科學 他說全部交給醫生處理 該切掉什麼就切掉什麼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後來就OK了 那唯一的那個 好像他是什麼 唾液的分泌的現體 後來就切掉 然後就不能分泌、唾液 所以他唯一現在影響到的就是 他要不斷地喝茶、喝水 你就無法自己分泌 完全是科學化 但是我覺得媽媽說得好 寧可 不可 性其無 我看過一些 你無法用科學解釋的事 在大陸人的回合情 我跟妳講 你是疑問嗎 這個很有趣 大陸人表面上不信教 因為政府不鼓勵 甚至有點禁止 偶像同伴 但是現在叫做社會主義 現在不叫共產主義 但是共產黨 現在叫社會主義 就是有點不同的走向 現在呢 就我知道的 像我的營銷老師 就是他有三大地 一個在上海、一個在北京、一個在西南 我就發現 有兩位呢 已經帶人 就是一方面叫商業的東西 一方面在修逢 就上完這個商業課程之後 後面就兩天禪修班 很簡單 原因是什麼 很簡單 因為太久沒有心靈方面的資料 所以這時候講完商業之後 覺得怎麼樣 有點太世俗了 所以加上後面兩天禪修班 洗滌一下心靈 我們那個是為了造福人群 當然確實也是 如果沒有這些資本家 這些經濟的運作 經濟早就五花台了 所以他確實有部分的作用 所以我後來發現 他們的這個趨勢 就是說在營銷啦 在資本的品牌運作方面 他都搞很大 但是他現在開始加入什麼 心靈掛的東西 所以你說不信嗎 沒講 現在才是最信的時候 因為當你用這個 心靈掛的東西去跟他談的時候 是要軟實力嘛 台灣有一位老師叫做 之前講佛學很有名的 他已經過世了 他自稱雜家的一位老師 你該不知道嗎 雜家 忘記了哈 就是有一位專門講佛學老師 他講很多 他講很多 南淮景 南淮景老師 南淮景老師在台灣是很早期在講佛學的 現在大陸網路上都在傳南淮景老師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空白 大專情建 所以當他們聽到南淮景老師講 哇 原來佛林飛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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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人生語益精神這樣這樣 現在大陸上很多台面上老師都是台灣老師 曾世強老師 他最近又回台灣 他在大陸也封閉了好久的陣戰 可以 對啊 你們有看他的影片嗎 可以上到 他好幾套 他不是一套 他光一金就好幾套 如果你想還沒看過的話 我可以 我有 我也是雜家 我是大雜家 什麼都學 因為很難說什麼跟什麼有關 所以我是什麼都學 盡可能的吸收 我在念博士班的那五六年當中 我收集了超過一百套的教材 然後每一套都稍微有看過一下 沒有很仔細 但是稍微有看過 所以就是可以稍微換通一下 所以像曾老師的東西 可能超過東西的 厲害 然後現在我回答吧 可以對中國大陸請去央視 央視百家講談 是坐著還有分 站著跟坐著 人家得高望重 所以讓他坐著在那邊講藝經 也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他另外一位很厲害的 曾老師我覺得 他是很口語白話的講藝經 大家千千一懂 因為他學器官的 很英文的博士 另外一位是台大的傅佩隆教授 傅佩隆講的就比較硬一點 他就講的就是 因為他是很紮實的國學的底子 跟哲學的底子 他講很多東西大家是不懂的 因為他講得很深 他會旁針博弈 這叫藝記 他這麼白話 還有更文言的 我主要聽這兩位 這兩位可以吸收到某些東西 其實就選不完 很多東西 來 曾理智 Democracy 像那個曾世強老師就說 易經救了他一命 他說如果不是易經 他可能早就掛了 對 好 因為學了易經 所以他懂了很多的道理 很多道理之後 其實我就跟人性相同的 我講的是人道 人性是道理 他講的是天道 那天道比人道還要大 你懂天道就稍微會懂人道 就這樣 這叫模糊語 好 回來 聽不懂正常 下一個問題 好 立句 好 開放的民主作風 好 開放的民主作風 有SD是英式的用法 沒有SD是美式的用法 來下面 Demography Demographer Demographical 雅虎 你那個下午的分享會 已經連續幾堂了 已經又躺了 應該不會超過我們堂數吧 好 好 VVV 看一下 那 你的朋友們有什麼反應 做一些單字的經營方式 有什麼 就是跟體學起來 然後 那單字拆起來 有點適合 嗯 就是拆擠 拆有兩個 一個是拆側的拆 一個是拆擠的拆 兩個拆 拆交拆 好 好 那這樣明明之後呢 他們對於一些 籃子上面的 詞性的分類會比較滿重 詞性 那就跟自為有關 我們前進當然有講到一個重點 然後一直在 幫各位強調的叫 自首決定自意 自為決定詞性 這概念一定要有 所以再再再再再 好 怎麼簡單 所以越長的自己越喜歡 好 獨像化 再來一次Demography Demography Demo叫人 Graph叫圖畫 把人口的狀況 畫成一張圖 不就是人口統計學了嗎 欸 回國你說你只相信科學嗎 嗯 還有什麼 其實已經是很科學了 但是很多人把它當選學 其實它很科學 不然怎麼會被那個什麼 萊布尼斯還是誰拿去算 算了 就是後來被數學家拿去算了 就是爸爸對於死光了 去算那個 然後才算出那個 二元電腦 1100 那個原理只有跟易經這樣像的 非常科學的 好 再來一次Democracy OK 所以把人的概況化成 對不對 不過有一些 有一些 因為我是道教徒 所以我又在那個廟裡面拜拜 那我看過一些例子就是 鐵針針的事實 舉冤子 我看過有人拿了一張那個X光 X光的那個片子 長科醫院的 然後一看 它的胸腔裡面都是釘子 來 微果 請解釋 它的胸腔裡面都是釘子 怎麼會這樣 個人沒掛好 還活到 他去找X光 好幾十根的釘子 對 請解釋 科學的釘子 科學的釘子 它也很顯然不會 對 不一樣 對 我會用上 像中道的 我會怎麼採個東西 對 對不對 好 假設 我們現在就是驗證 假設 長間醫院的機器沒有問題 假設 這個人也沒動過手腳 然後假設 這個人去長間醫院拍了X光 所以假設 我們都先假設 因為血沾文要很嚴謹 假設 都前面都沒有造牆 它拍出來一張X光 然後結果胸腔裡面都是釘子 請科學解釋 義務對不對 抱歉 皮膚沒有任何傷口 骨頭也沒受傷 纖維化 有可能 那是骨頭纖維化 或是組織細胞纖維化 這是科學的形式 但是纖維化到金屬 那就長得像冰子這樣 那就很奇妙 對不對 這個先生就是透過人家介紹 找我肝解幫忙 那要怎麼找我肝解幫忙 就是從我肝解的道教徒的角度來解釋 因為我肝解是文肌 肌種分兩種 武肌就是為它武器在那邊 要進行的那種叫武肌 文肌就是不附身的 讓它聽得到神明的指示 例如這種 然後結果那個人就拿來問 我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會造出來的就是聽著 就肝解溝通一下 這是我經驗看到的 肝解溝通一下 他說你是不是得到別人了 嗯 他說爸 我可能跟人家做生意投資怎麼樣 然後講一對 他說人家弄 就是請不良法師做法 然後呢 要弄死你這樣 他說那怎麼辦 我們請正派的神明幫你打回去 就這樣 所以我肝解的請示 道教的請示 玄學的請示 是他跟別人有那個不好的投資關係 然後對方呢 想辦法要弄死他 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起點 要弄死他 然後所以就找人做法弄他對不對 那肝解說怎麼辦呢 七七四十九天開四十九帳服 讓你回去喝 喝熱水化服 然後呢 喝一下 因為這些世界上所有的物質 都是由在道教的理論 道教有道教的理論 三清道主 明保天尊 道德天尊 三位天尊 事實上所有萬物都他們畫出來的 既然都是他們畫出來的 他們就有辦法這樣把它畫掉 但是要一定的天數 到家很久了七七四十九天 所以你回去 每天晚上睡覺前燒浮熱水 把水喝掉 就會化掉一些 我在幫你做法很好 整個那麼費工 要多少錢 人罷空 工本費 要幫你做法七七四十九天 要幫你畫四十九帳服 因為他們家開一個公廟是幫助人的 因為神明有說 神明有說 這是他們 我剛才的爸爸跟我說的 然後神明有說 他們說如果你拿來賺錢的話 我立刻不要在人家出現 不要在人家出現 你就沒有任何幫人家的能力了 你不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所以他們就是 賺個兩百塊工本費 有時候根本就貼錢 神奇的事情在後面 過了七七四十九天 三個月後 這位先生又去長燈拍S光 沒了 來 回國 科學解釋 很強 超妙的 那這樣就講到一個字了 這個字 很有趣 很有趣 如果不是我青年所見 會不行 你知道 年紀大之後 對青年所見一些事 就無法解釋 這個字 來進行一下science 是你剛才講對了一個部分 你說我只相信科學 很好 因為科學這個字呢 它的字根 叫做知道 叫做知道 也就是科學是人類已知的範圍 但很抱歉 既然有已知範圍 就有什麼 未知範圍 所以剛才那個 屬於人類未知範圍 就說是不是存在 我不知道 我問過一個台大的高材生 就說了 我問你有沒有學過量子力學 他說有 物理學裡面的東西 我常常根據量子力學 地學人不論化腹有沒有能量 他說有 能量有 然後化掉有沒有能量 有 然後這個水喝下去有沒有能量 他說都有 但是無法測量 那個能量無法被定義跟測量 所以到底有什麼能量 不知道 目前在人類已知範圍之外 我認為信者恆行 信者有不信者有 你相信就有 不相信怎麼講 所以如果是道教徒佛教徒 農曆積約班 可不可以結婚 不行 但人家基督徒就可以結婚 因為不干他的人 他是神管的 他不是另外這邊管的 管轄不同 因為你不相信 不相信就沒有效 好 148 一起寫一下 dexterity 最後 he played he played the piano with dexterity 下面 dexter dexterous dexterously dexterousness ok 一生起語語語 boc 一經語叫doctor 一句 you must you must see a doctor 我最近被我兒子影響 因為小朋友在念書 一般大人說 you must see a doctor 但小朋友在念書 老外外師都會講 you must see a doctor pain can fly high 例如這樣的演講的音量 我最近被我兒子影響 you must see a doctor a chef cooks in a restaurant 好 好 下面一請一下doctoral doctorate doctress doctorial 所以DOC變成兩種人 一個叫醫生 一個叫博士 醫生跟博士就是可以教導你 某一方面領域專業的人 ok 來最後 第五零 一請一下domestic did you hurt domestic domestic troubles have ended 下面domestically domestication domestic service domestic science 所以動動動跟家內 國內有關 最後補充一個 domestic airport 請問是指什麼航線的 國內航線 像松山本來就是一個domestic airport 然後來開放直飛日本韓國 中國大陸等等 那就變成International airport OK 就這樣 有任何問題嗎 有問題可以問 我們要上兩本書 有沒有人要發表新的 我去看看 我來自我會動FN 我們要去損... 煩よ